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鈴薯的蝦葉玲 今天我幫大家開了一個全新的系列 也就是宮廟美食系列 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嗎? 其實我現在是在慈善宮 聽說這個宮廟擁有百年歷史很不簡單 台灣的廟宇非常的多 而且隨便一家都是百年以上 真的 隨便一家都被列為古蹟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全新的系列呢? 就是因為我發現其實台灣的宮廟周遭附近 有非常多很值得分享給你們的美食 今天會特別首選大稻埕石聖宮這邊的周邊美食 是因為其實這邊的兩家店 是曾經上過韓國的美食節目 有一個美食達人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叫做白中原 他就有分享了這邊的兩家美食 所以我們已經幫大家整理了一些口袋名單 要分享給你們了 好 那我們趕快去試試看吧 走!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大同區保安街的路上 沒錯 它就是在宮廟前面的攤位啦 其實這邊的攤位看起來感覺很復古很不一樣耶 有沒有 很像鄉下的那種宮廟旁邊的那種場景 第一家我們先帶大家來吃排骨湯 這個排骨湯它早上9點就開囉 所以很多老套客會當早餐來吃 其實我覺得它的排骨湯 跟我想像的有點不太一樣喔 因為我們之前介紹的一些排骨湯 大部分它湯頭的顏色好像都是比較左一點點的嘛 可是這個排骨湯的顏色竟然是透明的耶 感覺比較清爽啊 如果太濃的話會比較油膩 我覺得它湯頭反而是可以喝到那個 蘿蔔燉煮出來那個甜味啊 而且我覺得它的排骨不太一樣喔 有的是帶骨的 然後有的是脂肪比較多的 這個還蠻嫩的 本次的長輩牙齒比較沒有力的可以吃 它蠻嫩的 排骨湯一般大家一定以為是配高麗菜飯對不對 可是這一家是配乳肉飯 哇這個乳肉飯看起來就很好吃 你看它那個顏色 它的乳汁也是乳得相當的透徹 這一碗還蠻大碗的耶 25塊很大碗耶 25塊很大碗耶 難怪每一桌都會避典它的乳肉飯 很香耶 但它是偏重口味一點的 吃完這個重口味的乳肉飯以後 反而可以搭配它這個比較清甜型的排骨湯 提醒大家湯頭如果你不夠喝的話可以免費續一次喔 其實它小菜有蠻多的啦 我們只是點了其中的一盤 這個是梅乾 我愛這個梅乾 它這個梅乾意外的完全不死鹹 因為尤其梅乾它超鹹的 我剛剛是沒有配白飯吃 我直接塞進我嘴裡 欸它完全不鹹耶 第二家呢我們就來到了夜渣肉粥 這一家呢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它就是紅到國外去的 因為就是曾經受到韓國的美食節目採訪 所以我發現它漲價了 那時候賣的是25塊 可是現在我來的時候我發現 它又多長5塊錢了 那個瘦肉的肉啊很像肉羹的肉耶 喝到那個柴魚的香氣耶 還是小蝦米 感覺它是有放那個柴魚下去燉煮的 還有放那個蔥酥 喔對 還有那個蔥酥 一般來吃的客人呢 除了會點它的肉粥之外呢 也會點它其他的炸物 那炸物呢有分兩種價格 一個是70塊一個是60塊 那70塊的呢 就是炸蝦跟炸鯛魚嘛 那其他的炸物呢都是60塊的 我們點了三種 因為炸物畢竟是比較油膩的嘛 所以呢它有附這個醃蘿蔔去有解膩一下 好試試看它這個紅燒肉 瘦肉中帶有點油脂 所以我覺得它至少不會說很乾彩的那種 然後蝦子的部分一樣也是70塊 但是蝦子如果再多一點點的話呢 我會更喜歡 它這個蝦子一樣也是有先幫你去殼 然後拿去炸這樣子 來這邊吃也是要有點耐心 因為它是限點限炸 所以呢 其實我們剛剛也是有點大概10分鐘左右吧 加上它人氣真的很高 就超多人的 再來還有一個人氣小吃 也是蠻多在地人推薦 一定要來吃的就是這個雞捲 它的雞捲是手工現做的耶 就是現場包 然後現場拿去炸的 所以它裡面的內餡其實包的蠻多的 有蔬菜然後有肉 我先試試看喔 我喜歡它蔬菜的味道很甜 它應該有放洋蔥喔 因為我有吃到好像洋蔥那種口感 然後還有那個高麗菜的甜味 最主要就是它外面這一層啊 炸得非常的酥啊 而且我覺得這樣炸起來 其實吃起來也不是很油膩喔 因為可能它的蔬菜包的很多 蔬菜的甜味會蓋過那個油膩感 它就不太油膩了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有油膩 你就在這裡 好油膩 出來的聲音 叫來 所以說 雞捲的附近的攤位呢 有一個也是人氣很高派昌隆的豬腳湯 其實它的綜合湯就是有豬腳跟腿肉 它整個超級大塊 這個滿滿一碗的膠原蛋白 對 我知道它其實營養很好 但是 有點太過肥的話我會害怕 我先吃瘦肉開始好了 其實這個可以客製的話 你可以跟老闆說 老闆我要瘦的多一點 我要肥的多一點 老闆都可以客製的話幫你調好 它不會說吃到有豬的腥味 而且我覺得它燉煮的滿嫩的 可是它這個嫩中又帶有點嚼勁 有口感的那種 然後再搭配它的湯頭 因為它放很多薑 所以它有一個比較重的薑絲的味道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怕豬腥味 有異味的人 其實這個湯完全很可以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異味 它可能就是放很多很多薑片吧 有淡淡的酒香 它有加米酒膏 喔 真的好多肥喔 我覺得蘸一點辣醬 我可能還可以挑戰一下 把它當蒟蒻吃的話就不怕了 它的皮其實處理得很乾淨 有一些店家之前吃過有那個細毛 它這個真的很NG 但是這個處理得滿乾淨的 這個這麼肥的 我們交給小便來挑戰好了 沒有鴨屬的 不動的老人 一定可以吃的 對不對 很嫩齁 難怪每人一桌一碗 直接綜合湯 而且老闆有說 你不知道點什麼 就直接來綜合湯好了 兩種都可以吃得到 今天我們就是走一個一整天喝湯的路線 然後接下來要來喝四神湯 它的四神湯有分好多種選擇 我們就選一個我們比較敢喝的 就是四神甘臉湯 因為其實我跟小便兩個超俗辣 我們不敢吃豬內臟 它那個甘臉肉超級多的耶 因為一般都切得薄薄的 對啊 我先喝喝看四神湯的湯頭喔 有一個淡淡的中藥材香氣 然後是偏清甜的 其實我蠻喜歡乾臉的口感 它是屬於偏有嚼勁的耶 對 這邊很多老人家 早上喝一碗這種中藥淡淡的湯 嗯 醒醒味 你們可以從第一家湯味吃到最後一家湯 總共可以喝上四碗湯吧 因為有排骨湯 豬腳湯 四神湯 很多湯等著你喝 好 我們吃飽了 不知道大家有喜歡我們今天分享的宮廟美食嗎 或是你們覺得今天沒有分享到給你們的一些湯味 也可以推薦給我啦 順便要提醒大家 其實這邊的攤販呢 有很多都是早上開到下午就結束營業的喔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他們的營業時間 大家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宮廟美食系列的話呢 也記得給我按讚跟分享啦 或者也可以多多推薦 北中南的宮廟美食給我 因為其實我的口袋名單還蠻多的 但是你們有想要優先順序看 我介紹哪一家宮廟美食呢 也歡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啦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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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